借内球 李子佳决胜局通过加分绝杀了李世锋 夺冠之后的李子佳 激动地跪在地上连拍地板 太不容易了 这是去年泰国公开赛的南单决赛 而马上要开打的2023年瑞士羽毛球公开赛 这两人在第一轮又要相遇了 现在我们通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决赛 来分析下两人各自的优劣势 第一局的上半局两人是交替领先 最后李子佳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下半局 然后转折点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是过往 好 好 我的个人 好远德 好远和 洛杉洛 有 我 这一球李世锋 就是不断地通过控制往前 迫使了李子佳的主动失误 再一次打平 其实两人都是进攻性打法 李子佳的后场暴力扣杀 威胁性极大 李世锋要想化被动为主动 就必须要以控制为主 再配合突击的打法 下半局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这一球李世锋又起球了 回球不到位 李子佳的扣杀毫不犹豫 比分还是咬得很紧 李世锋还是通过控制网球 博取到了一个不错的杀球机会 在局末阶段分差扩大到三分 那一球迟到一场了 一场霸击的机会 已经准备好了 两场霸击了 一场霸击的机会 最后一场霸击的机会 背景 在霸击的机会 这几分李诗峰都是在拼往前球 效果非常好 这样李诗峰的局点就出现了 这一球裁判给了世界内球 李子佳的盼点失误 这样李诗峰就以21比17先下一程 这一局比赛 李诗峰的战术运用的非常成功 比其锋芒 专挑李子佳的痛点打 不过李子佳毕竟是世界一流选手 不可能随意就被人限制住 接下来的第二局 李子佳就开始疯狂提速 进攻非常凶猛 在李子佳的压迫下 李诗峰的失误也开始增多了 这一球之后 李子佳连拿了5分 打出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李诗峰的后场球 好球 李子佳已经越打越顺了 这种滚网球都能打得出来 比分还在进一步拉开 这一局就基本没有太大悬念了 最后20分还是一个挑后场失误 这也是他这一局的缩短 21比11 李子佳轻松扳回了一局 双方要进入最后的决胜局争夺 决胜局上 李诗峰就算第二局失误很多 但还是始终贯彻之前的打法 控制往前 绝不轻易祈求 让李子佳空有一身筋肉 却无法施展 6比2 打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 好球 李诗峰的进攻 也是非常强悍的 这一球拿下之后 以11比4领先进入交换场地 这个优势其实非常大了 但是下半局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球 好球 李子佳连锥了三分 明显看得出来 下半局李子佳出手更果断了 李诗峰还是在尽量控制往前 但是看到赢球 希望之后 心里有了一些想法 自身的失误比较多 好球 李世锋有些着急了 后场没有守住 这样李子佳追到仅剩一分 悬念出来了 出键 李世锋在局末阶段又拉开到了三分 关键球就看谁处理的更好了 这就是年轻球员的代价 越到最后越不知道怎么处理球 出键 李世锋就是不起球 迫使李子佳推后场 最后失误了 这样李世锋就先拿到了赛点 这一球李子佳防守非常耐心 就等着年轻球员犯错 打得非常聪明 这样就成功挽救了这个赛点 最后打了线上 李世锋判断出现了失误 李子佳反超获得了赛点 好球 在往前准备的比拼中 李世锋还是占据优势 现在一人就回了一个赛点 再次打平 还是失误球 李子佳的第二个赛点来了 这个后场压得非常深 李世锋以为是出界了 判断失误 这样李子佳 在上半局4比11落后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场大逆转 夺得了202年 泰国羽毛球公开赛 李世锋还是为他的经验 付出了代价 而这次的瑞士公开赛 两人再次相遇 李世锋的身份就有所不同了 他刚刚在全英赛上 夺得了男单冠军 加入了世界一流选手的行列 那么这一次最终的结局 会如何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